一条世界第一的大河 却有着与它名声极不相符的容貌 河宽也就一二十米 水深也就不过两三米 一种看似粗糙的装饰 竟然是杰出民居建筑的典范 这个呀就是地地道道的原始乳胶漆 一道正宗的地方风味 让您香的都不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了 虽然我不是饭头 我也能吃个四五碗没问题 旅游新时空 我们一起造访运河之都济宁 一部熟悉的电影 让大家都知道了威山湖 知道了威山湖畔 有一个铁道游击队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金航大运河就是流行威山湖的 而现如今的威山湖上还完好的保存着一个运河古镇 它的名字叫南阳 进入南阳必须要坐船 就在这将近四十分钟的时间里 我们真正找到了古人在运河上航行的感觉 据说当年乾隆爷下江南的时候 也曾经沿着这条运河光顾过南阳 这小小的南阳古镇不仅接待过乾隆皇帝 就连他的爷爷康熙皇帝也到过这里 不幸啊 您看南阳古镇至今还保存着几间快要倒塌的房子 据说这里曾经是康熙他老人家用餐的地方 南阳古镇还留下了一种小吃 据说他是乾隆爷亲自品尝过 并且赞不绝口的美食 有招牌为证啊 乾隆玉饼 瞧这大烧饼 多有气势 它呀还有一个名字叫乾隆玉饼 这也绝对跟乾隆皇帝有关系 当年啊乾隆爷他老人家路过此地的时候啊 吃到了这种饼 觉得非常好吃 提个名吧 那就叫乾隆玉饼 因为皇帝亲吃的嘛 那今天呢 我也尝尝这玉饼什么味啊 摸着还挺热的 这乾隆玉饼还真就和山东其他地方的烧饼不大一样 单从个头上来说 它就比别人家的大那么一号 是烧饼里的小巨人 做法上也没见有什么特别之处 就是把和好的面擀一擀 在上边撒上一点芝麻 然后放到炉子里这么一烤 可是烤出来这烧饼的那口味 那口感怎么那么像新疆的烤囊呢 难怪乾隆皇帝爱吃南洋的烧饼 他不会是想香飞了吧 这感觉有点像新疆的烤囊啊 烤囊中间是完全硬的 这个就是整体全是烤囊的边的那种口感 很香的 好吃 来南洋古镇旅游 还有几样特产 值得向大家推荐 这里的松花蛋特别出名 您还别觉着松花蛋普通 可要是真见着了 南洋古镇上的松花蛋 您才会明白 原来松花蛋这个名字是这么来的 您看 对蛋上面布满精灵剔透的小花 就像是松树上挂出的雪花 松花蛋就由此得名了 咱们平时吃的松花蛋 其实里面也有松花 但是有的很少 有的甚至没有 但是到了这儿 人家这儿的松花蛋 是个个都有 而且个个松花都很多 吃着味道很香 为什么这儿的松花蛋这么好啊 人家的鸭蛋好 您看 南洋古镇这里的鸭蛋 不用挑 不用剪 随便拿起一个打开 就是这样的 真是又红又大一颗大的鸭蛋黄 这事儿其实也不奇怪 您想啊 这里的鸭子整天都在微山湖里飘的 有的是小鱼小霞让他们吃 一日三餐营养这么丰富 那下的蛋能差到哪儿去呢 要不然这普普通通的咸鸭蛋 松花蛋 怎么会成了南洋古镇的客场呢 看了我们今天这个片子啊 我终于是知道了 为什么都说山东人挺实诚的 你看不说人家呢 吃的东西个头特别大 而且啊 这份量啊还超级足 你看刚刚东瑞吃的那个蹦肉 还有前龙爷吃过的大烧饼 那个头都是非常的大 而且挺足的 就连人家的鸭子 那下的鸭蛋 也比我们平时看见的呀 要大一些 当然了 我们今天说的是锦宁它就位于山东 而说到了山东呢 我们就不得不提另外的一个地方 那就是孔梦之乡屈腹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去好好地看一看 屈腹又有一些什么样的美食呢 来吧 鲤鱼生有四个鼻孔 谁信呢 豆腐不吃用嘴喝 您行吗 这豆腐太好吃了 不对 太好喝了 尖民有了羊饼子 火起的 你看啊 这东西 很酥 摇起来呢 又咔嚓咔嚓咔嚓的声音 旅游新时空 运河之都 画己宁 我们一起来说说 己宁美食的这几个 莫名其妙 刚刚节目 我们到了己宁 微山湖上的南洋古镇 见识了当地的几种物产 什么真正能见到松花的松花蛋 随便敲开就红得发亮的大鸭蛋 最稀奇的 我们还没来得及和您说呢 什么呢 是一种鲤鱼 己宁美食的莫名其妙之一 微山湖的鲤鱼四个鼻 这里有一种鱼非常稀奇 叫四笔鲤鱼 别的地儿根本就没有 只有这个地儿有 那为什么叫四笔鲤鱼呢 咱们还请当地的朋友告诉咱们 大哥您跟我说 这怎么叫四笔鲤鲤 五山湖鲤鲤鱼 四个边的 微山湖的四 四笔鲤鱼鱼 四个边 四个地方不痛 四个边就是四个鼻子是吗 四个鼻孔 四个鼻子 还挺新鲜的 这呢 这有一个鼻孔 这有一个鼻孔 两个鼻孔 四须呢 是这儿 两个须 一个须 两个须 然后那边一样 这凹小鱼贴饼子 是北方很多地方都有的传统美食了 但是啊 在几宁这个地方呢 我们发现了一种 比这凹小鱼贴饼子 更原始 更粗犷豪放的一种吃法 据说呢 是运河旁边的传宫 当年发明的 叫草鱼抹锅饼 什么是草鱼抹锅饼呢 好嘞 豆腐做好了 你看放在一个托板上 所以这豆腐啊 叫托板豆腐 一般来说 都说吃豆腐 但是啊 在他们这儿 叫喝这个托板豆腐 那豆腐为什么叫喝豆腐呢 我给你演示一下啊 这需要功力的啊 一个姑娘家家 出来乍到到几宁 喝豆腐这门技术 还没掌握好 是可以原谅的 咱们还是看看当地人 是怎么喝豆腐吧 你说这几名人 真挺奇怪的啊 挺好的豆腐 不好好吃 偏偏要费这么大的劲喝 他们就是涂的什么呢 跟您说吧 他们涂的还挺多 首先这种吃法 可以充分的炫耀几宁人 做豆腐的高超技艺 大家都知道 北方人做豆腐 都是用卤水点 几宁人也不例外啊 这样做出来的豆腐好吃 但是有一样 卤水点出来的豆腐 要想做的像几宁人 这么嫩 功夫就全在 点卤水的火口上了 而且这几宁人做豆腐 还讲究用石磨磨豆子 用柴锅熬豆浆 这样做出来的豆腐 您看吧 这豆腐太好吃了 不对 太好喝了 为什么叫喝豆腐呢 因为吧 我们刚才做法看到了 是用老豆腐的做法做的 但是啊 它压得不实 介于豆腐和豆腐脑之间 哎 你看这豆腐 一碰啊 嫩嫩的 豆腐呢 只是几宁人 喝豆腐的一个原因 几宁人非要喝豆腐 还和成豆腐的这个容器有关系 别的地方的人 不是用碗 就是用盘来装豆腐 可是几宁人 净出幺蛾子 偏偏要用一块木板来装 这拖碗豆腐是什么味道 这豆腐太好吃了 不对 太好喝了 山东煎饼还有了外国名字 很酥 广告之后旅游新时空 精彩继续 好吃好吃 对了 忘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这个木板不是一般的木头 这个是香春木做成的 你想香春很香吧 这香春木呢 也是有清香味的 香春木的这个味道 和豆腐的味道 融合在一起 一加热 哎呀 绝了 都吃过香春拌豆腐吧 您到了几宁 香春可以省了 直接用香春木拌豆腐就行 一块热气腾腾的豆腐 往香春木板上这么一放 豆腐上再刷点辣椒酱 您这鼻子往前一凑 深呼吸 闻到的就是豆腐裹着香春木的香气 张开嘴 不用费劲 嫩嫩哗哗的豆腐 就顺势流到了嘴里 拖板豆腐 用嘴喝的精髓 实际是一次 让人的五官都动员起来的美食风暴 几宁人给我们带来的美食风暴 还远不止一个拖板豆腐 大家都知道 山东人爱吃煎饼吧 可是这煎饼到了几宁 它就硬是变得温柔起来了 而且还有了一个外国名字 几宁美食的莫名其妙之三 煎饼有了羊名字 几宁是孔孟之乡 是出圣人的地方 山东的煎饼到了这孔老夫子的故里 几宁的屈服 一下子就变得文质冰冰了 这怎么卖的呀 一块三一两 一块三一两啊 到了屈服啊 如果不尝试这儿的煎饼 那太遗憾了 你想啊 这煎饼 哇一滩 一张圆圆的煎饼出来了 哎呀 喷喷香 但是我一到这儿才发现 想象害人的 要看看实际情况才对 人家的煎饼 是方的 圆圆的大煎饼 卷上大葱 蘸上大酱 那可是山东人美食的标志啊 怎么到了屈服 这山东人的美食形状大使 这大煎饼就变得秀气起来了呢 旅游新时空运河之都 跨几宁 我们一起来说说 几宁美食的这几个莫名其妙 其实人家屈服的方煎饼 虽然个头小 但那也是从大圆煎饼进化来的 不同的是 屈服人吃的煎饼 不再卷大葱了 而是往里面加上了花生仁 核桃仁 讲究的还会把这野生的花椒叶 头肠的嫩香春 香菜 芝麻 花生油馅料之后 往大煎饼上这么一洒 然后一边烙着大煎饼 一边把它一层层的卷起来 最后再切成这样的方块形状 屈服迷你小煎饼就得嘞 这样子又漂亮又秀气 吃起来啊 还有点像甜点 当零食不错 据说还放不坏啊 放一个月俩月没问题 很松 屈服的煎饼做得精致了 这还不是近些年的事 据说早在清朝的时候 孔子的后人孔季风 发明了这种煎饼的做法 而且呢 在道光年间 他还成了贡品 进了皇宫 由此看来 这屈服的煎饼 那怎么也得算是传统美食啊 可就是这么一个地方风味 居然还冒出了一个外国名字 叫苏克斯 英文单词是这么平行 查了一下英汉词典 我们愣是没找到这个词 那屈服煎饼的这个外国名字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它又是怎么来的呢 这种煎饼啊 是屈服的地道的传统美食了 但是它还有一个洋名 叫什么呢 苏克斯 我问这大姐 还问了好多人 为什么叫苏克斯呢 谁也不知道 我估计啊 你看啊 这东西 很酥 咬起来呢 又咔斯咔斯咔斯的声音 所以呢 连起来叫苏克斯 山东的这个煎饼果子啊 真的是出了名的 我相信啊 很多朋友一定都知道 我呢 原来也吃过 只是呢 吃的没有那么正宗 不过今天看了我们这片子啊 我才知道 原来在这个地方 做的这煎饼果子 那才叫一个精致 那才叫一个绝 有机会 一定要好好的去品尝一下 好的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 到这儿就要结束了 希望明天中午12点 星星啤酒冠名播出的 旅游新时空 可以陪您度过一个 快乐的中午 明天中午再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